每天作物题,英语没问题,请看第一题 Jack is good at swimming Jack擅长游泳 在某方面擅长,咱们用借词at 有表示擅长的短语 一个是do well in 一个是be good at 逢考必出 请看第二题 My family, singing 说呀,我的家庭还是家人正在唱歌 Family这个词到底是表示家庭还是家人 主要看后面有没有做的事情 如果是唱歌跳舞这种要人才能做出的事情 就理解为全体家人 are singing 请看第三题 There a math class tomorrow 说明天会有个数学课 那么明天是将来时肯定不可以用is 要带有will才行 但是别忘了,这是一个there be句型 there be句型不能have表示有 只能用be动词表示有 there be, there be 用be表有记心间 所以这道题选c 第四题 9$ is enough for me 4是对于enough足够了 对吧 9美元 很多人看到这个美元加了一个负数s 想用r 千万不用r 因为钱这个东西啊 做主语时要当单数看待 所以用is 9$ is enough for me 第五题 Sun rises in the east 说太阳在东方升起 世界上只有一个太阳 对吧 那么这道题应该很简单 请你告诉我心中的答案 打在评论区 还有些非常简单 跟武器 相接用